话说这古时候 青州府有一个叫做宋桓山的生意人 非常喜欢这杯中之物 每一次喝酒都是不醉不归 因为一直都在外面做生意 这年头多了 家里豪华的府邸就空了下来 成为了荒芜之地 这里边住了不少狐狸在里面修仙 几年后宋桓山年纪大了 身子骨也不好了 积攒了许多的银两 因为西夏没有儿子来继承家产 只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已经出嫁了 只有一个小女儿是代嫁归中 于是把精英争的对丝绸店铺转让 带着一家人士回家养老 这回到了家里 宋桓山目睹原本豪华的府邸 是变成了荒芜之地 院子里荒草丛生 很是灵魂不堪 非常的心疼 于是只好命令下人打扫一番 方才能入住进去 到了晚上 宋桓山坐在院子里的树下喝酒 不大一会儿便有了醉意 目睹坐在桌前如花似玉的小女儿 玉儿便是连连的叹息 想着自己是多年在外 辛苦经营着买卖 积攒了这么多的家产 到头来不仅没有儿子继承 连一个陪自己喝酒的人都没有 这心里非常的失落和遗憾 竟怕自己灌一个鸣丁大醉 夫人目睹知道她的心思 心里也是闷闷不乐 连忙让人把她搀扶了进去 晚上半夜时分 一家人在睡梦中忽然听到后院 非常的热闹 人声沸腾 灯光通亮 院子里儿有几个小人是提着灯了 来回的自由自在的在院子里穿行 下人们都非常的害怕 吓得也不敢出来 只有一个叫二狗的下人 虎背胸腰的 膀子非常大 觉得他们是腰 拿起棍子要赶他们走 宋环山知道 这肯定是狐狸在作祟 赶紧急急的吆喝着 到他们并没有害人 有站个邻居作伴也很好 随他们去吧 几天后 到了中秋节 一家人又变得非常高兴 宋氏命人做了很多的美味佳肴 一家人在院子里是吃饭赏月 交谈甚欢 提到小女儿育儿的婚事 宋环山提起 想找一个养老女婿给自己是养老送中 虽然有几个人选 可她在外面闯荡多年 觉得人心险恶 看不透人性 不知道该选谁是好 宋氏觉得 刘元外的义子刘恩这模样 还好老实 倒是一个可靠之人 他是一个孤儿 刘元外 曾和他是邻居 目睹他小小的年纪 失去父母 很是可怜 于是呢 收他为义子 刘恩长大之后 非常孝顺 刘元外 人品俱佳 口碑极好 宋环山听了夫人这么说 也觉得这小子是一个可靠之人 虽然此人出身低伪 可憨厚老实 又做了刘元外的义子 如此这般说来 那也算得上是门当户对了 抢到这儿呢 于是把杯中的酒 一眼而尽 宋氏母女 见他又喝多了 急忙忙的 让人搀扶进去 目睹他睡着 母女方回房安泄 过了一会儿 这宋环山内急 目睹贴身的仆人阿祥睡着了 也没有叫他 自己起来 亮亮呛呛的 就去了茅房 此时呢 月明如昼 他走到门口 忽然听到外面 传来了声音 还是惊喜 于是呢 寻着声音望去 只见几个男子呢 正在谈笑风声 颓杯换盏的 在他家的院子里吃喝 这桌子上 醒目的放着 是他从城里带回家的 好酒 这女儿红 看样子 他们也都喜欢这杯中之物 宋环山知道 他们是狐仙 也不害怕 于是呢 拍手大笑道 各位是什么贵客 老夫有识远迎 在下 识礼了 识礼了 说罢呢 就连连作医 那几个男子一愣 随即呢 也是微笑着还礼 竟像自己家人一样 邀请他入座通饮 宋环山坐下来 跟他们畅语 相谈甚欢 谈到自家月儿的婚事 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胡仙说 哈哈 事不相玩 阁下不要害怕 我们呢 都不是人 我们是胡仙 在下有个小儿子 跟你家千金 倒是非常的相配 只不过 他不是妖 也不是仙 只因羡慕你们人间 男庚女支的生活 让我把他变换成人 要知道 为了变成人 他修炼了多年 吃了好多的苦 如今 你我 为啥不结成亲家呢 宋环山听吧 顺时是恼怒 自己的金枝玉叶 怎么能嫁给胡妖呢 当机啊 非常生气 甩袖 离去 那胡仙 也不生气 笑着把杯中的酒 是一眼而尽 不大一会儿 他们几个也就消失了 此后 宋环山的府里呢 每天都不消停 尤其是到晚上 家里呢 经常丢鸡 在院子里呢 经常会看到鸡毛 鸡血 厨房里的食物 也会经常的丢失 尤其是他珍藏的美酒 是屡里的丢失 有几个下人呢 经常是晚上睡着觉 他醒来 体里糊涂的 就睡在了外面 这些怪异的事情 每天都在上演 鸡犬不宁的 宋环山知道 这一定是那狐妖 提亲不成 恼羞成怒在作祟 不由的 也非常的生气 只好命人去找来法师 降妖捉怪 那法师来此 却只是捉住 几个小狐狸 并没有看到什么狐仙 只好离开 宋环山知道 这些狐仙 果然是法术高明 连法师都奈何不得 不由的 更是担心家里人的安危 有这么一天晚上 他带着家人 在院子里跪下了 苦苦爱求狐仙们 放过他们家吧 又许愿为他们是供奉上香 不大一会儿 院里忽然是冰光一闪 那个须发洁白的老狐仙 出现了 他爽朗了大笑 老夫虽然是妖 但也是知道人间男女接亲 乃是你请我愿 不可强求 可下不要害怕 这都是我那些个不懂事的子孙在作祟 此后绝对不会再有此事发生了 只不过还求您 让那法师把我的子孙给放了 还有你选的那个刘家后生 人品真的不好 只怕令千金嫁过去之后会受苦 往你三思而后勤 说罢 忽然大笑着就消失了 剩下孙欢山是站在那里发呆 恍若梦中 片刻之后 他回到了屋里 觉得胡仙的话不可信 他们是妖 肯定是为了拆散这门亲事 脱口说出的此言 也不由的是苦笑着摇摇头 几天之后 定下成亲的日子 下月初六成亲 此后 令人奇怪的是 他们的后院虽然每晚也灯火通亮 可却是少了嘈杂的声音 再也没有胡仙作祟 也看不见那些小人出现了 府邸终于是安静了下来 宋欢山终于松了一口气 过了这么一段日子 结亲的日子到了 夫妻俩拜了花堂 入了洞房 成亲之后 刘恩也入住在岳父之间 刚开始 夫妻恩爱 刘恩非常孝顺岳父岳母 善待下人 受到众人的称赞 宋欢山也非常欣慰 觉得自己呢 真没看错人 于是呢 拿出了积蓄 让他在镇子里呢 开了一家客栈 并且 教他做生意 这刚开始 生意还行 可慢慢的生意不好做了 最后是关门必客 几天后 这宋欢山又堆下了一个酒馆 没想到竟然呢 生意兴隆 人满为患 财源广进 宋欢山终于放心了 又把生意交给这刘恩大力 自己在家养老 每天是弄弄花花草草 下下棋 过着清闲 悠塞悠塞的日子 可是这样快活的日子 刚过了不久 这刘恩竟然染上了赌博的恶心 短短几个月时间 不仅是把酒馆输掉 还逼着宋欢山把房戏拿出来 要把豪宅卖掉 完了还赌债 这妻子玉儿呢 气得浑身颤抖 提哭不已 苦苦哀求他 不要把房子卖掉 可是被他一脚踹开 宋欢山是万万没有想到 刘恩果真如那老胡仙所言 人品呢真不咋地 真是画龙画虎 难画骨 知人知面 不真心呢 不由气的是老泪纵横 浑身颤抖 忽然间病倒在床 这一家人吓得围拢了上来 有命人呢 找大夫给看病 而此时的刘恩却是对他不滚不顾 视若无睹的疯狂的翻箱倒柜 屋里被他翻的一片鳞巴 却是没有找到房器 他气得骂骂咧咧的就出去 宋欢山的大女儿和姑儿 听到禀报 打惊 夫妻那两个连夜赶了回来 目睹宋欢山是两个眼睛紧闭 喘息急促 顿时大惊 于是呢 上前是好言的 劝备他 过了一会儿 大姑是气的 到刘元卫家去评理 却被刘元卫那头派的人驱赶出来 他怒气微笑的回去了 衣不解带的和妻子守在床前 而那月儿呢 早就哭成个泪儿 老夫人宋氏 也气得浑身颤抖 怒骂刘恩这个狗东西 这个卑鄙小人 自责是自己真的看错了人 当天晚上 这一家人在睡梦中 忽然 卡门被打开 守门的家丁惊慌失措的进来禀报 那刘恩气势汹汹的竟然带着债主前来索要房契 说自己呢 已经把房子给抵押出去了 赶紧的交出房契 如若不然 就把他们一家老小都赶出去 也不等着家丁呢 禀报完 这几个无赖之徒 犹如是凶臣恶煞一般的涌了进来 旁若无人的 开始是翻箱子倒柜 打碎东西 正在这危急的时刻 忽然院中呢 出现几个身高八尺 轻面獠牙的巨鬼 样子非常可怖 那几个无赖目睹 动时是吓得 哭蝶喊娘的逃走了 梅丽恩也吓得 魂飞魄散 浑身颤抖着 刚要离开 其中一个恶鬼 捉住他妈的 呃 此等卑鄙的小人 留在世上 也是祸害 说上 举手啊 就要拍死他 但是呢 被另一个巨鬼给拦住了 还不如放他一条生路吧 再不悔改 听叫你死无丧臣之地 还不快滚 这梅丽恩吓得瑟瑟发抖 赶紧的逃离了此地 一家人目睹此警 也是吓得浑身颤抖 那几个巨鬼呢 目睹他们消失之后 忽然变成了几个狐仙 大笑道 啊 成为不要害怕 我们只是打包平而已 不会杀害你们的 那宋欢山目睹其中的 那一个老狐仙 不有的感慨万千 亡命人是摆下美味佳肴 来招待他们 众人吃喝至紫夜时 都醉倒在桌前 有人目睹 那老狐仙呢 露出了尾巴 站在远处 壮着胆 窃窃思雨 那老狐仙忽然的惊醒 消失了 从此之后 再也没有现身 而那刘恩此后 果然不敢再登门 不久 他被寨主逼寨 惊慌逃跑 慌不择路 竟然失足 掉入了河中 溺水而亡 而刘元外接到信之后 摇摇头是 无动于衷 玉儿直到之后 哭得是死去活来 一家人苦苦相劝 宋欢山派人去 打捞出尸体 好好的给安葬 三年后 宋家府忽然来了一个 样子非常怪异的媒婆 被玉儿提亲 说这南方家业殷实 男子相貌堂堂 人品俱加 和玉儿非常的相配 宋欢山夫妻两个听 有心让玉儿再嫁 可是玉儿呢 喜回忆冷 发誓呢 再不嫁人 一家人苦苦相劝了好久 也没有动摇 宋欢山想着玉儿不嫁 而自己年纪大了 不久也会离世 那自己去世了 玉儿可咋办呢 虽然说有一个姐姐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呢 不由的是非常的忧愁 经常的是长须短叹 出去两个经常苦口婆心的 劝告玉儿 几天之后 那个媒婆竟然是又登门拜访 并且带来了一对父子 宋欢山莫睹 顿时是惊恶住了 竟然是那老胡仙 和一个眉目清秀 还是俊美的男子 他一看这爷俩进来之后 赶紧要下跪迎接 这老胡仙急急来到面前笑着说 哎呀 人兄 你不要客气 这就是我的儿子 姑姨 说吧 又对着那后生说道 还不赶紧拜见岳父大人 宋欢山莫睹 那媒婆 也笑咽咽地看着 这才如梦方醒的赶紧摆摆手 看着那后生越开始越喜欢 越看越喜欢 于是让他们入座喝茶 偷偷让丫鬟把这玉儿找来 那玉儿被丫鬟硬拽出来 躲在门帘之后 瞥见那姑姨 容貌俊美 文雅有礼 不由的是面颊飞红的离开 被丫鬟 上前对宋欢山和老夫人 俯耳一番 老夫妻俩顿时是 没开眼笑 双方就定下了亲事 几天后成亲 玉儿被接走后的第二天 宋府门前 来了几个小人 抬着轿子 说是姑娘 命他们前来 接岳父岳母过去 宋欢山夫妻两个 忙上了轿子 几个小人是 抬着轿子 急匆匆地离开了 走了好久 方停不下来 宋欢山夫妻两个 下了轿子一看 顿时惊愕住了 只见此地是山清水秀 柳绿花红 环境呢 妖精于人 犹如仙境一般 此时呢 玉儿穿着像仙女一般 更加美丽无双 和他故意相依偎着 出来迎接父母 拿出一些老夫妻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山珍海味来招待他们 从此之后 宋欢山夫妻就住在此地 宋欢山和那老胡仙呢 每天下下棋 喝喝酒 品品茶 有时候 这老胡仙还会带着他 四处游玩 这里没有勾心斗角 尔虞我诈 这里没有欺骗算计 日子自游随和 真是神仙的日 而姑姨和玉儿夫妻两个 非常恩爱 如影随形 每日都在山谷里游玩兮兮 有时候老胡仙做法 还会让两个人到四处去游玩 真的是一对逍遥快活的神仙眷侣 好